其实,这些家电企业比华币更豪气,世界杯营销,海信豪致近十亿,其实,这些家电企业比华币更豪气,万和电器更早推出夺冠反全款活动。 万和电器,阿根廷官方赞助商世界杯期间,万和电器成为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官方赞助商,推出晋级旧反线,金薛祥五折,夺冠反全款的活动。 7月1日凌晨,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,法国与阿根廷上演强强对决,最终法国4比3战胜阿根廷,从战况来看,万和电器次次活动,将对每位参与的消费者返现200元。 长红美龄,夺冠全免单,长红,比利时国家队官方赞助商,长红美龄签约比利时国家队,成为比利时国家足球队官方赞助商。 美龄在5月30日全国范围内推出了比利时夺冠M先生免单的活动,凡消费者购买美龄M先生冰箱639升,645升,660升三款产品。 比利时国家队晋八强打八折,晋决赛想半价,夺冠军全免单,购买其他型号M先生冰箱,若比利时国家队夺冠,则反现1000元。 据悉,在比利时队晋级八强的当天,长红美龄就开始兑现反现承诺,成为家电业第一家向消费者兑现的品牌。 海信,豪致近10亿,海信,俄罗斯世界杯一级赞助商,海信拿到世界杯二级赞助商的花费接近1亿美元。 根据资深家电IT行业分析师梁振鹏判断,海信在世界杯营销上的花费在10亿元,而这个费用已经相当于海信2017年9.42亿元的净利润。 这些大手笔,有没有惊到你,为何他们投入了更多的钱,没有产生华币那么好的宣传效果呢?